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利比亚的独裁领导人卡扎菲于1982年对我国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 这次访问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评价最差的一次国事访问 卡扎菲带着300多人的跟随团 其中包括8名贴身女保镖 一开始乘专机到达新疆乌鲁木齐进行中转 随后正当我国的迎接人员准备在北京机场迎接时 却迟迟不见其踪影 这时西南军区突然传来电报 趁有三架飞机闯入了我国境内 惊察时这三架飞机便是卡扎菲专机 他由于惧怕美国的暗算经常行踪毁密 到了北京后300多人的庞大阵营 啥样的人都有 难以统计他们的详细身份信息 只好让他们在宴会厅随便坐 藏天晚上12点 卡扎菲突然提出要求说 一个女保镖今天生日 要准备开生日派对 我国负责外宾的大厨立马起来 帮他做了一大桌子菜 最后累得血压升高昏倒 第二天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建邓小平时 他的女保镖们偏命往前冲 自动散开抢占位置 团团围住卡扎菲 和邓小平会谈时 卡扎菲看看邓小平机 便把他一直朝着其他地方 自傲得很 邓小平随后谈到两国关系 谈到了我对接合作的一些经济项目 卡扎菲压根没啥反应 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态度傲慢至极 会谈后 赛场的外交官员 都认为卡扎菲实在过于自傲无理 邓小平便回应道 不予理会 此时他心里清楚卡扎菲把利比亚当成自己私人的家 邓小平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完全没必要跟其一般见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